时代力量前党主席徐永明因涉贪腐案 重创时代力量所谓反贪腐的核心价值 5号下午退党 随后主张党中央应开闸徐永明的时代力量 另两名市议员以戒言遭忽略 党内放话文化陋习为由退党 我们中央党部有收到永明的退党申请书 那已经完成了退党的手续 我也很希望这个政党可以带给很多年轻人 更多的希望 但是很抱歉让大家失望了 为什么一个领友政党补助款 也长期有党费跟政治现金收入的政党 财务状况到底在规划上面出了什么问题 以至于竟然会出现这么大的漏洞 然后发生这么大的丑闻 我跟黑萌梦会退党 不希望说因为是涉及前党主席 那我们态度就转弯 就用双重标准来对待 外界认为时隔一年 被认为小绿的时代力量 爆发第二波退党潮 恐将遭民进党和民众党瓜分 别人 感谢观看